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配合世界花卫博览会今年将登场,台中市文化局号召全国年轻学子组团长才艺,今日北中南东举办花开风青春全台大串演活动,与百知年年轻团队其长艺,台中市长林佳龙强调,活动象征年轻人动起来,一起参与花博盛宴。 文化局配合花博盛会设计花开风青春全台大串演活动,邀请全台高中职以上学生组队举办全台争选分为音乐、舞蹈、戏剧、跨域四个项目类型,共计217组报名,经过初选与决选,有105组团队脱颖而出参与。 今日花开风青春全台大串演在台北淡水捷运站广场金色水岸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雄市文化中心圆琴广场及A等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北中南东四地同时登场,透过脸书四区同步连线直播串联演出。 台中市长林佳龙号召花莲吉祥物石虎家族欧迷马参与台中主场替年轻人加油。 他说花开风青春全台大串演让全台年轻朋友动起来为花莲暖身报名非常踊跃,最后有105组团队脱颖而出。 总参与人数将近800人,年轻人以音乐、舞蹈、戏剧等不同才艺跨域演出充满青春与活力。 林佳龙说青年正是花开最美丽的时期,期盼青年人参与花莲,也变成全民运动。 花莲是属于所有人的花莲,欢迎各界一起参与。 中区参与团队30支团队,各舞蹈团队风格多样,街舞,现代舞,hiphop,爵士舞都有,乐器演奏有国乐演奏,口琴乐团,萨克斯风的乐团与个人演奏,也有陶笔结合舞蹈等,展现年轻人的多才多艺。 文化局指出各区也将由专业评审选出一支最契合2018台中世界花博博览会精神的团队颁发香花博精神奖,得奖团队有机会在台中花博演出。